我们今天要来看主仆之间 主仆之间 我们通常有主仆的时候 好像讲到的是上帝跟我们 可是这段圣经不是讲这一个 这一段圣经是讲到地上 我们有主人 有仆人 今天还有主仆关系吗 在今天这种男女平权 人人平等的时代 我们来看两千年前 所写的圣经 我们会不会太落伍 我们会不会太落伍 到底现今的时代当中 我们在职场里面 还有没有主人跟仆人的概念 有没有 我问问你们 现在在职场里面 还有没有主人跟仆人的概念 有没有 没有啦 有啊 没有啊 有啊 现在在职场里面 上下区隔清楚不清楚 清楚啊 不清楚 到底清楚不清楚啊 除了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 似乎不明显了 似乎不明显了 但是 我们好像看不到主人跟仆人 除了外劳 现在外劳还蛮明显的 但是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就发现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正用更强势的制度 更严谨的法律规则 用名誉 用地位的差别 用权力的大小 金钱的多寡 甚至人际的压力 来表现出工作领域内的上下关系 工作领域内的上下关系 我们发现 他们似乎形成更绵密的网路 把上下定义的更清楚 把主仆区分的非常明白 你会发现有权力的人 可以用尽方法 压迫没有权力的人 有力量的人 可以为所欲为的做一些事情 去霸凌那些没有力量的人 我这些讲的还是在工作领域上面 非工作领域可能更严重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强灵弱重爆寡 有一个爸爸看他女儿 从外面回来 国中生很忧愁的样子 他爸爸就过去跟他说 因为这世界太可怕了 他就跟他爸爸说 他就跟他女儿说 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女儿说没有 他爸爸说怎么搞的 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 他说没有 他说你在学校被人家欺负了吗 他说没有 他说你被人霸凌了吗 他说没有 然后他回答爸爸一句 在学校从来都是我霸凌别人的 我以前不知道霸凌这个字 我就说我小时候了 最近几天大家讲霸凌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在小时候 都有霸凌的现象没有吗 在学校里面有没有 有啊 没有啊 那你就是运气好 我们几个同学 要欺负一个同学 就回过去就处理他了 处理就好了 大家只是怀疑我们 第二天大家又在一起 尤其那个成绩好的 讨厌他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大家都不要跟他说话 看他拽什么拽 听得懂吗 大家都不要跟他说话 这就是霸凌 你会发现这一个世界 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 下一次我讲到的时候 我要讲到最后一章 第六 就是最后面一端 就是征战的生活 可是这些在外面所表现出来 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 工作场所里面 甚至于其他的 我们简直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各位不仅在两千年前 发生在今天照样发生 在现在的公司里面 大家穿的衣服 可能没有太大区别 不像古代 你一看衣服就知道 这个人是什么身份 你一看就知道了 其实你到现在 到某些国家去还看得见的 特别是落后国家 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可以显示他的身份 显示他的身份 现在在台湾一般的公司里面 尤其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公司 你应该看不出来 他穿的衣服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 你光从一个人的外表 甚至他的谈吐 装扮 化妆的情况 很难区别 这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主管 还是一个部署 政府官员 我们好像也没有主仆 事实上他们才是仆人 我们称他们为什么 公仆 你相信 他们只有一天 感觉到他们是仆人 就是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上的那一天 对不对 之后 对对 他就不是仆人了 他就是主人了 是不是我们穿的一样的衣服 我们讲话的口气一样 我们就没有主人跟仆人的区别了呢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 如果你仔细去体会 你进到各行各业的很深的里面 你会发现上下层级区分的其实非常清楚 层级非常清楚 1982年到1989年 我在立法院工作 那时候我在读研究所 他们有一种质疑 他们有一种 有一个位置是 是没有办法用公务人员做的 就是在立法院里面 他们在质询的时候 我们在下面写新闻稿 新闻稿是第二天一定要发的 所以我就在那边工作 然后他们讲 无论是院会 或是委员会 我们都要去做记录 他一讲我就写 他一讲我就写 然后他讲完了我就写完了 这样子 然后我就交回去 然后他们就叫稿 然后就发 所以每一天早上 每一天半夜他们都要加班 就是那工人 那我们就弄完就交 我每天就工作一个小时 我在全职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全职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我起先是part time的 就是他叫你来写一节 来写一节 来写一节 你写得很好 他就一直记录 记录就这个好 到最后他有出一个缺 就把你补进来 我就拿了全新了 我就拿了全新了 民国 民国很难算 1982年 我开始进去里面工作 1982年 我写一篇试用稿 试用 就是我那都不做准的 有个正式的 我是试用的 一篇稿叫我们去练习两次 过了就给你进来 做part time的 我练习的时候 一篇稿是650台币 你们没有感觉的 很高 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650还是试用的 我稿是不能用的 等我正式进去之后 你知道我拿多少薪水吗 你一定不敢相信 比22k还要加一倍 三十几年前 比22k还要加一倍 一个礼拜工作五个小时 一天做一班 一个礼拜工作五个小时 一年工作八个月 一年工作八个月 我在里面 我简直觉得说 怎么有这么好的事情 因为他们自己省自己的预算 听得懂吗 没有人管得到他们 他们是老大 他们就决定了 我刚刚进去的时候 我简直高兴得不得了 那个时候还有老委员在 那个门是这样的 那个门 现在门都进步了 那个门是这样的 咣咣咣咣咣咣咣 你可以推进去 你可以 你也可以 你可以推进去 你也可以拉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我不知道后来 有没有改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 第一个要求你 院内规则 这不是明文的 是私下告诉你的 你走路的时候 不能用推门的 一定要拉门的 因为你不知道门后面是谁 你听得懂吗 你推过去 如果蹦 那个人是工友 没问题 如果蹦那个人是委员 你就惨了 而且如果是蹦到老委员的话 你更惨 因为他好不容易走到门口了 你给他蹦一下 你就上头条 你就上头条 后来 我正式在那边上任之后 很开心 后来五月 五月底会期结束 他们说 李先生 这个会期还没结束 我说不是五月三十一号吗 没有 我们还有延会的会期 我说好 那就来做机机 反正没关系 一年已经不错了 一年只做八个月 还领持二个月的薪水 还要加一个半月的薪水 后来延会期 大家都好开心 我看到延会期 大家都好开心 我说这么开心 干什么 薪水加了 我说哪里 他说延会费要加的 还有延会 我说可是 可是 可是还是一样 每天做一个小时 这个为什么延会费呢 薪水不是造领吗 薪水造领 可是加一倍 我写一天加一倍 不是 加一个月 不是 加一期 你听不懂 五月三十一号 会期结束了 六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 是修会期 九月一号开会 对不对 你知道吗 现在改了没有 我不知道 因为当时有被人家骂的钥匙 自肥条款 我们从六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 加三个月的薪水 加多少呢 一倍 我吓坏了 原来六七八月不用工作 还要拿双薪 帅 这种工作一定要做 上下不明显吗 太明显了 然后我就说每一个都加一倍 我就看这样 他说没有 公有加一半 我们加一倍 真的 委员加两倍 上下不明显吗 非常明显 我相信不会只有立法院这样 你现在公司里面 你觉得薪水合理吗 薪水是不是主仆的一种差距呢 合理 有些人就可以拿很多 有些人做了个半死也不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只仔细的体会 仔细的体察 你就会发现差距太大了 差距太大了 警察上下关系可以搞错吗 军人 军阶不用说了 对吗 军阶更明显 上下重属的关系 从来没有减弱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减弱过 我在空军服役的时候 我是最小的军官 少伟在空军总部 你走路手都不用放下来 你听得懂吗 你就沿路这样走 就长官好 长官好 一直过去 整排过去 连那个宗校都长官好 长官好 你知道 都是星星 一堆人在那边 有一天 我们要审判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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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校 你知道要抓到宗校要审判多难 我们的 这个 长官 就我们的少校处长自己端 卷宗去跑 经过那个地方 拜托我要见这个总司令 不可以 你东西放在这边 我又要亲自见他 他在里面 我看到旗子升上来了 总司令在里面 不可以 你放在这边 不可以 他说我亲自见总司令 因为他是少将 他是总将 你听得懂吗 你放在我这里 我帮你逞 拜托 这个案子是军阀案子 我不可以给任何人看 不可以给我看 也得给我看 你放这边 我们处长就把那个案子拿回来了 因为要里面办的这个人 跟里面政战部的人都认得 你还没端到总司令那里去 通通压下来 你以为军法能做什么 军法是这样 打仗的时候我们只发一支手枪 我发到 我说我们军法只发手枪 人家都发长枪 人家都发机关枪 人家都发飞弹 为什么我们拿手枪呢 他说你知道手枪做什么用吗 你搞不清楚呢 等到我们军法官要用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用的 你还打别人啊 军法要守法啊 没有审判你怎么可以杀呢 那那手枪干什么呢 自杀用的 不明显吗 什么地方不明显呢 我要退伍的时候 处长报告叫进去 李健 去过外岛没有 报告长官没有 去外岛看一看 报告长官是 我安排一下让你去前线 做军法教育是 就去了 其实我不能讲了 我在少尉讲什么讲啊 后来就上尉去 上尉去是开个场 说我们今天有个演讲 本来是我要讲的 不过我们有一个 这个预官还不错 让他来替我讲一讲 相信你们更喜欢 大家拍手 拍手 就等下来 就让我讲 我们飞机到了时候 到了金门 到了前线 到了澎湖 下去的时候 有一个金房部 金房部很大嘛 金房部都已经快到对岸去了 金房部 我们下去的时候 我不懂 我就先下去 然后我们的长官在我后面 这个上尉 下面有三个 三个来接我们的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是上校 金门的上校 你不要开玩笑了 在下面一直挤 举着手敬礼 长官好 我看还有长官吗 他就走啊 我叫他走啊 我说我不敢走 下面都是上校 中校 他走啊 后来他就走下去 上位走下去 然后我就跟着他后面走 他说走走走 跟着他 真的还真的是我们 那个上校带着他的中校 少校就说 长官好 他说总部长官好 结果我们那个上位 真的还举手回他的礼 就说好 下来 然后就跟他说 不要这样 你是上校 我是上位 你这样子就折死我了 说哪里你是总部的长官 我原来我才知道我是总部的长官 那天吃饭的时候 什么上校 中校都往旁边靠 上位做首席 我是首席旁边的那一位 然后他还跟他们说 我们处长交代啊 他是不可以喝酒的 他最近身体不好 不可以喝酒 我们喝 他们喝 逃过一劫 不然那天一定死得最惨 官阶最低 你死得最惨 还好我们处长颁了我一个棉酒令 我得以渡过空军 其实海军跟陆军都一样 谁说上下不明显的 非常明显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不过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就是过去你是某某人的奴隶 你大概一辈子别想翻身 但这一辈子不能翻身这一件事情 还算了 你的儿女大概也很难翻身 这是过去 或者说以色列那个时代 今天我们看到的比较好 比较进步的是 我当你的属下我是没办法 但有一个办法叫做 不干了 对不对 我不干了可不可以 可以 你走 我们可以拍拍桌子 一走了之 甚至我帮你骂一顿 顶多你给我一个惩罚 我已经不干了 你惩罚我什么东西 是 你可以不干 但是你不干了之后 难道就没有上下关系了吗 请问有没有 你还要不要工作 你又不是生下来含着金汤匙的 对不对 生下来只做董事长的 那是没办法 如果你要按照正规的程序 怎么会没有主仆的概念呢 在你没有辞职以前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你接受不接受 你仍然有上下的关系 主仆的关系 一旦你说我不做了 我不愿意送你的约 是当然你就解除了 这个主仆的关系了 可是我们讲的 不是你可以解除的问题是 还没有解除以前 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呢 今天比较好的事情是 你可以脱离这个关系 但是你还在那个位置的时候 你是跟你从属的长官 或者你是跟你的部署 有一定的关系在 这是非常明显的 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在任何的公司也是如此 甚至你是在 这个 看起来比较没有关系 权力义务关系的协会 也是如此了 也是如此 而且现在要你离职 你自己可以离 也有长官示意你离职的 他示意你离职 你说我就是不离 你觉得有可能吗 他已经暗示你离职了 如果上面的人不支持你 你说我就不离职 我可以告诉你 结果就是什么 如果上面不支持你 你什么事都做不通的 倒过来说 如果上面的人支持你 你再大的压力都不怕 为什么 这就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读这个 两千年前的圣经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两千年过去了 这件事情并没有改变 That's why 它要写在圣经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使徒们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会写下这些东西 它看起来有当时的一个背景 但没想到 到今天仍然是这样 仍然是这样 你做到最大就没人监督了吗 不会吧 今天中原院院长挺大的了 对不对 论学术地位 论身份 它是国家的名气 没有人监督它了吗 一定有人监督的 所以一个人会不会继续在那个位置上面 跟他做得好 做不好 其实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 而是他上下的关系 到底他是怎么处理的 你说怎么会这样 那是不完全的民主国家才这样 那你觉得民主国家是怎么样的 完全民主国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吗 完全民主国家 有没有主仆的概念 有没有 一样 你们在美国公司的 你们在外商公司的 都没有上下概念 你们在医院的 你们在学校的 都没有上下概念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没有这种事情的 事实上就有一定这样子的状态 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 这也是不得已的 因为人物不这样 不是都是乱了吗 不是上下交相贼吗 不就大家都不做规矩了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不请两千年前有主仆的概念 到今天所有的行业 人际关系 这个状况依然没有改善 或者我们不要说改善 好像他是错的一样 依然没有改变 也许今天有人会说 圣经不了解 或不符合这个世代 是你不了解 不是圣经不了解 当然不是没有比较轻松 比较松散的组织或的机构 但基本上这样子的状况 跟二千年前两千年前 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这个观点来看 今天做属下的 未必比当时做仆人的容易 未必 也不会不需要这段经文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 看到一件事情 保罗在这里提到主人跟仆人 那是当时的用语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用语的话 你把它换成长官跟部署也可以 你把它分成老板跟员工也可以 你可以说主管跟属下也没有问题 意思是说 我们一定有一个负责的对象 而且也有一些人要向我们负责 这就是从属的关系 你不可能做一个工作 只有你一个人做 那叫做自由业者 而且那个自由业还蛮自由的 就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做所有的事情 没有一个人不受监督 其实这里是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所以圣经这里有给做主管的 一个劝勉 给做部署的一个劝勉 我觉得圣经最伟大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给做丈夫的一个劝勉 给做妻子的一个劝勉 给做儿女的一个劝勉 给做父母的一个劝勉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今天讲给做主管的一个劝勉 给做属下的一个劝勉 这就是圣经太伟大的地方 其实你到坊间去看 这种什么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职员 他会告诉你一堆 我不敢说他错 可是你归纳起来 其实还是一个问题 我告诉你叫做心的问题 It's all about your heart 都是心的问题 如果你心是对的 你不小心讲错一句话 别人发现了 他一定会接纳你的 因为你不是 可是你全部的话都讲对了 你的心有问题 我告诉你还是会有问题的 我年纪越大 越发现这件事情好可怕 所以完全不是对付别人 完全不是跟别人怎么相处 而是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That's the point 我到底怎么想的 你外面都是虚的 里面才是真的 我告诉各位 不要把别人看笨 别人都感觉得出来 我问你 别人跟你玩虚的玩假的 你敢不感觉得出来 你感觉得出来 那你怎么敢相信别人都 也感觉得出来 你怎么会觉得别人都不知道 我 对 你知道高低如果有差别 实在是会修理它 实在会骗到它 可是为什么要骗它 如果不是我们心里面真的这样想 然后我们讲了一个 我常常说 回答别人 人家问你为什么 你可以回答两种 一种是回答原因 一种是回答理由 听得懂吗 人家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可以回答原因 也可以回答理由 原因是真正的理由 理由是假的原因 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怎么样 它可以是原因 它可以是理由 原因是真正我 不这样做的理由 理由是我 不真正这样做 理由不是真正的原因 理由只是堂塞你的 很多人会讲理由的 我告诉各位 理由不是原因 所以都是我们的心 都是我们的心 你如果去看夫妻 一个爱 一个顺服都是心 你如果看父母 子女 一个是听从 顺服 一个是不要惹儿女的气 我告诉你 绝对不能用假的 儿女比你想象的还要机灵 这里告诉我们 怎么做属下 怎么做老板 也是我们的心 也是我们的心 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写给老板的经文 只有一条 就是一节 写给做部署的 却很多节 听得懂吗 可不可以猜一猜 为什么呢 为什么给老板的 只有一节 给部署的 却有四节 为什么呢 因为部署要学的比较多 老板要学的比较少 换句话说 如果有对错 其实这个没有对错问题 只是角度问题 如果说有更多的学习 是谁来学 我告诉你是部署要学 不是老板要学 通常 或者是部署要学 而不是长官要学 圣经很奇妙 你阅读圣经 你要么你不读圣经 你就天天来聚会 也没关系 反正将来也要进天堂的 你就去吧 可是如果你躺在地上 好好的生活 你好好的读圣经 你就会发现 我每次都说 圣经绝对不是人写的 虽然透过人手写出来 它绝对不是人写的 它一定是圣灵的感动 当然这个也是他这个人 真正的亲身的经历 是他透过他的思想写出来的 可是这一定有圣灵的感动 不然不可能这样 你越年纪大 你阅读圣经 你最后面只有两个字会说 叫做阿门 你看完了阿门 别的字都不会说了 太准确了 太准确了 给做主管的 做主人的 如何好好做主人 只有一节经文 可是给做仆人的 做部署的 做暑假的有四个经文 你就知道今天要学习的 恐怕都是做部署的比较多 做的比较不好的 从古到经也大概都一样 那我们要明白 现今的世代主人跟仆人 不是绝对的 当我们说你是主人 你是仆人的时候 或者你是长官 你是部署的时候 不是绝对永远都有这种现象 也就是说 我不会永远都做奴仆 永远都做奴隶 永远都在别人的下面 不是的 或许以前比较是这样 那是时代上的差别 在过去主人 大概永远都是主人 仆人大概也很难翻身 可是今天在各行各业当中 至少在台湾 你没有部署 大概只有少数人 你没有部署 大概只有少数人 你没有部署 可能在我们的职业 在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 常常会随着年龄 资历技术的多管 多管也有升迁的可能性 除非你不工作 你是家庭主妇 或者你是家庭主夫 现在也有这种人 这一点都不稀奇 你知道我读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认识洪秋华了 我当时就想说 如果他去工作 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多好 因为我喜欢做家事 然后我不喜欢做那些事 我这些年的性格 跟别人可以这样的哈啦哈啦 其实是训练出来的 我讲出来你们一定不肯相信 其实我是内向的人 我很不喜欢面对外面的人 如果你让我选择 可是没办法 我如果要工作 我如果要做个教会服事的人 我就要主动嘛 我不喜欢我也得逼着我自己 因为不然怎么办呢 那你要服事别人就要这样 在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 我们都会改变 可是在现在这个场域 或现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发觉比以前更复杂了 以前就是我是一个主人 那他是几个仆人就这样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大家都一方面 可能是别人的部署 我们一方面也是别人的主管 对吗 我们有一些平行的 我们有一些人家 对我们有权柄的 有一些我们对人家有权柄的 我们反而关系变成以前 更复杂了 更复杂了 以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就做仆人吧 仆人做好 你就做主人 你把主人表现好 今天不是这样 你想想看 你的工作是不是这样 有一些你必须向别人负责 也有一些人必须向你负责 一方面你是做主管 另一方面你是做部署的 你在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面 有人要向你负责 同时你也要向别人负责 你也要向别人负责 甚至我们当中有些人 已经做到CEO的 我请问你 你有没有负责对象 有没有 没有啊 你把董事都看成没事干的是不是 我欧华神学院在欧洲感谢主好快 快十年了 真快 真快 明年就满十年了 我还记得去的第一次 那一年200 后来2008年 白培音长老在这边讲道 他说他看到近代三件神机 他说我讲的神机都不是 有一天你突然感觉到神与你同在 他说我看见三件神机 我记得很清楚他讲三件神机 一个是宇宙光的 是不是那个 马里逊入华两百年 他说那个活动 他说是一个神机 这根本不可能的 我记得那一次 十几年前我跟林哥到办公室 他也跟我说 理解 你觉得这个要不要做 我说当然要做 他说钱差很多 我说如果这是神的心意 钱一定是神给的 那时候我也是打打气 不过我是真的相信 如果是神开始的一定要给 第二个他说是杨长老 在中亚办的一个学校 办的那些活动 第三 他说在一年又两个月内 欧华可以成立 转眼就要十年了 我们换了 就是说现在来了第三个院长 第三个院长是华神原来的副院长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很喜欢他 我很敬重他 我到今天为止 我非常敬重他 我真的是从心里面敬重这个人 将近七十岁的人 先做bypass 先做bypass就是那个心脏血管 那个搭桥手术 然后坐起来 马上就有心导管 再放支架进去 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我姐姐给他说 请来当我们的院长 他说 李长老 我怎么可能 你看我可能吗 人不可能 但神说可能就可能了 他就去了 我跟他谈了好几次 我在台湾跟他谈 后来邀请他到欧洲去做最后一次interview 那常务董事要interview interview完就通过了 就报到董事会 董事会通过 他就变成正式的院长这样子 我在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 我跟王院长说 王院长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您知道我从心里面 非常非常敬重你 他说李长老 你不用这样说 我们都知道 他说师母也在 叶老师 他是华神 是沈正牧师告诉我的 他说他是华神首席新约教授 沈正说的 沈正牧师说的 不是我说的 等一下说我夸耀自己的老师 然后沈牧师还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李长老 如果我们华神 老师不够的时候 你新约老师要借给我们 我说绝对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我们一定借的 这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是小神学院 你们大神学院 我们老师还借你 这不是 给我们太大面子了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院长讲 我说下面讲了一句话 你可能不是很舒服 不过我说我一定要讲 他说李长老 你不要这样讲 你该讲的就讲 没关系 你说吧 那我就跟他说 我说院长 我说我很冒昧的跟您讲 今天等一下我们就会经过常董会 我说如果我估计没错 我们常董会都票选过了 九个人全部通过是你 所以今天去只是形式上 interview一下 大家给你讲讲话 然后大家就拍拍手说 你就是我们的院长 然后送到董事会去 长董会开 开董事会 四十几个董事会通过你的 我说基本上是这样 通过以前 我先告诉你 我们负责募款 你尽量把学校治理好 不过如果出了问题 钱弄错了 而且你有可责之处 或者学校带偏的方向 你帮我们带到新派的里面去 我说我恶话不说 就会fire你 我当他的面讲 他说立刻说当然 他说当然 他跟我说当然 我就说院长 我说我们现在笑咪咪的讲 不过到时候董事会做决定的时候 我现在先向你道歉 我们董事会是查账的 我们有两个财务委员是查账的 账他们在做 我随时会说我们去查账 就把所有的资料偷拿出来 一页一页查 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账有点问题 我就带着副主席 因为两个财务都不在 我就说带他去 我就跟他说说 我就跟院长说我们坐下来喝 就打电话给他 说我们过来查个账 我都跟院长讲得很清楚 我们敬重你 真的 你怎么带领我们学校 我们绝对没有问题 你好好的把老师聘进来 你好好的把学生收进来 你好好的做 我们全力支持你 你钱不够你告诉我们 我们董事帮你筹款 我说可是如果你做错事情 我们一定 我说我话讲在前面 大家比较好做人 那次我们去查 我就跟院长说 我们来喝咖啡 喝咖啡我就跟副主席说 进去查账 进去查账 那院长说都备好了 不是这个院长 是上一个院长 去查账 大家继续喝咖啡 喝完了 谢谢你再见 我们就走了 我们还是对他非常好 那查账的结果 我不用告诉你们 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说 我就跟王院长大我12岁 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把我们带到新派里面去 如果你钱被我们查到有问题 一定犯了你 后来就去进常董会通过了 进董事会通过的时候 我站起来说 我已经跟王院长说了 我们非常欢迎他 这个学校他是家长 他带领我们 可是他如果出错 如果他在钱上面有问题 如果他在方向上有问题 我们一定会fire他 你知道所有的董事 都看着我你知道吗 就看着院长就这样吓坏了 不是 这是正常的 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有负责的对象 我们不是没有负责的对象 我们也有一些部署是听我们的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工作完成 我们如果不是有这样子的概念 我们很难在这个社会上面活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讲这些事情有一件很重要的 今天当我们在这边讲到 一个人要有一个好的表现 特别是基督徒在工作上面 要有一个正常的表现的时候 我插一句话 很多基督徒在工作上面 没有正常的表现 没有合理的表现 没有优良的表现 如果我们要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外在的表现 我告诉各位 最要紧的是跟我们内在生命的关系 是我们生命的关系 工作跟生命是没办法分开的 我先不讲非基督徒 他怎么样的有动力 或者他怎么样的去约束他里面 那个我们不处理 我要处理的事情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生命表现最清楚的 就是在你外在跟别人的交接 在你的工作 在你的行为上面 以这个为前提 我们再来读 五章 六章五节到九节 就很清楚了 我们来读 六章五节到九节好吗 我们先读五六七八再读九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 好 预备请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礼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这里面我们看两点 看两点 第一 有权柄的人 有权柄的人 他自己说主人 我想换到今天的话 应该是有权柄的人 有权柄的人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愿意的话写下来 不要威吓受权柄的人 不要威吓受权柄的人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因为圣经这边在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是有权柄 你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 或这件事应该负责的那个人 你对他要注意的事情是 不要威吓受权柄的人 不是不要威吓无权柄的人 而是不要威吓那个受权柄的人 他是有个清楚的对象的 他是一对一的 就是你有一个权柄 如果我有五个职员 那其中成文员是我的职员 我对他不可以用威吓的方式 在这里没有说你不可以管他 我告诉你 你当然要管他 你当然要管他 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圣经在这边讲得 非常的清楚 要告诉我们做主人的 做主管的 做长官的 做部署的 做长官的 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不要威吓你的属下 不要威吓你的属下 这就是整个做长官的 或是做主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髓 2000年来我相信做长官的 做主管的 做的最不好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不用 就是说不可以用不当的权势 来压迫属下 不可以用不当的权势 来压迫属下 你说怎么会用不当的权势 怎么不会呢 怎么样压迫属下呢 不当的权势不一定是言语 不当的权势更不会是用拳头 尤其这个年代你敢动 你打他一下 你摸他一下都要告你性骚扰 以前男的摸你的性骚扰 你都摸男的性骚扰 现在男的也不能摸男的了对吗 对 现在男的也不能摸男的了 以前都男的摸男的有什么关系 现在不行 平等 不一定是言语 不一定是手势 有的时候只有一个眼神 一个想法让对方知道 你要好好做 这就是威吓他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不当的权势是最困难的 不用不当的权势也是很辛苦的 用不当的权势是不应该的 可是我们很难控制 很难控制 在这边我们发现 如果是合理 合情 合法的要求 那是必须的 那是必须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做主管的时候 来 我来问问看 你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听你的 你就是主管的 我不是讲在家里 在家里我排行老四 我不得讲家里 所以我永远不养宠物 因为再养我就往后退 对不对 这是家里的情况 我们不管 我说在工作职场上面 在工作伦理上面 还有要听你的一个人也好 请举手 请举手 很多 没有 你们都没有 你少给我装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很多人 你心里应该知道 你还有一个人要听你的 你就是做主管的 我告诉你 圣经上提醒你 不是我要提醒你 我不敢提醒你 你等一下说我威吓你了 不是 圣经上说请你不要威吓 你的部署 不要威吓他 我再讲一遍 可能我们误会了 以为说要对他非常的好 不对的 不对的 他是一个junior 进来你要教他 你要管他 你可以骂他 他做错的时候 那要看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的心态是什么 我告诉各位 要把属下弄坏非常简单 要把你的属下弄坏非常简单 就如同把你的儿子女儿弄坏很简单 要把你的儿子女儿带好不容易 但要把你的儿子女儿弄坏很简单 他做对了 你不要鼓励他 称赞他 他做错了 你不要指出来 你的儿女就死了 听得懂吗 你还不写下来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儿子做对 你女儿做对 你不要鼓励他 他做错了 你不要指出他 他就死了 刚才我不是提到 结果我们处长就端了他的那个 那个就是冲冠 对不对 你知道他过了好几个宗像 终于见到了空军的那个总司令 那时候我们的空军总司令 叫做郭鲁林 你们对军方没兴趣的 不会记得了 郭鲁林上将 然后空军总司令 他就进去了 你知道空军总司令 我们处长就报告 进来就说 他说报告这个总司令 我一路没有给别人看过这个 我只是想当面跟总司令报告 总司令就说好放下来 他说请总司令现在看 总司令看着他 请总司令现在看 看完了之后 他就拿他的毛笔 现在怎么批我不知道 以前他们都是拿毛笔的 他就批 盐半两个 那个半好长 下面写 鲁林 郭鲁林 这样子 签名 然后还压了日期 我们处长高兴的抓那个东西 就说 谢谢总司令 谢谢总司令 这对我们军中的好处 就把他带回去了 带回来就把我们几个找去 给你们看 任何人不能讲这什么案子 给你们看 因为我是书记官 竟然要扳倒一个中校 而且是前线的中校 你说扳倒前线的中校 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 你扳倒他 很不容易 多少人告他 就是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最后把他扳倒了呢 因为拿到足够多的证据 哪里拿到足够多的证据呢 我告诉你 证据都在监狱里面找的 他做排长的时候 下面的三个班长 最后都入了监狱 他做营长的时候 下面几个连长通通进了监狱 你听得懂吗 你这样听不懂啊 坏长官带出坏部署 那些部署都没有人撑腰 就一路通通把他杀到监狱里面去了 只有这个长官逍遥法外 气得我们那个处长得到这个消息 又扳不倒他又没办法 最后把资料全部收集完的时候 就拿去给总司令看 总司令批研半 而且他报告总司令这个批不下来 总司令说你批 我总司令说批就批了 就下去 那天开庭的时候 检察庭 我是书记官 我坐在那边 然后我们的检察官 这检察官才三条杠 要审一个两颗梅花的 我告诉你脸都一直发抖 我们把衣服一穿就在那边审他 问什么 他就给你站这样子 你问吧 你问我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我气到了我就把车子一拍 我说你好好回答我们的检察官 我说你再不好好回答 我就叫宪兵进来 在法庭里面 他这样子吊儿郎当的抓出去 我说先把你的衣服脱掉 因为我们看了害怕 你听得懂吗 先把你的衣服脱掉 把你的头发理光 再进来审 你知道后来他就吓一跳 你知道吗 我说如果你 你的官阶很高 我说我们可以让你坐下 可是你要回答我们长官的话 你知道我们俩出去的时候 我们吓得两腿都一直发抖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没把他弄下来 我们两个就死了 而且会找不到的 不知道在太平洋 还是在台湾海峡 后来就扮他 我们怎么敢这么凶悍 你知道吗 因为已经看到总司令说 严扮 扮到底 把他弄下来 把他弄下来 所以我们一路密审 一直到审判庭 然后到复判庭 全部判完了 已经定验了 才让那些人知道 知道你来不及了 速审速结 一下子就把他干掉了 我们怎么搬得到他 因为他下面的人 全部在监狱里面了 为什么他在监狱里面 通通在军监里面 因为他没有好好教他们 亲爱的做主管的 我们要爱我们的部署 我没有说不要管他 我没有说不要教他 反而要管他 要教他 但是你怎么样教他 你不要威吓他 你不要威吓他 你只要心里面不威吓 你做什么应该都没问题 第二 扶权柄的人要留心的事 请您写下来 要听从有权柄的人 圣经上对于做仆人的 做属下的他说什么 要听他的主人 如同听从主 我想做部署的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懂顺服 你知道这个不懂顺服 其实不能怪他们 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 老板是怎么来的 他们不知道那些官 怎么升上去的 我前不久在这边讲过一个事情 那时候我儿子 我儿子就是李珍他打电话 给我有一次很生气去年 他打电话给我跟我说 我的老板笨死了 在天花里面 我就跟他一起骂他的老板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我只能陪他一起骂 我如果不陪他一起骂的话 他就要更难过更生气 然后他就觉得说以后受委屈 也不要跟爸爸说 所以我跟他一起骂 骂完之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李珍 那下次你都找不到我了 我说你怎么办呢 他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你看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去找一张A4的纸 把它折成三折 把它折成三折 然后把它折成三折 然后把它打开来 然后这边的一个column 他说老板做了什么错事 这样子 老板 不是 老板做了什么事 这是要客观的描述 第二 他这样做有什么错 就是这样子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然后第一点有1-1 1-2 1-3 对不对 听得懂吗 然后这个是说 如果我是他 我应该怎么做 这样懂吗 一个是老板做了什么事 第二 老板为什么错 错在哪里 第三 如果我是他我怎么做 我说这三个 这一页是留给你的 将来你很会做老板的 很会做主管的 因为你把每一个老板做错的事情 都写下来了 然后你说他为什么做错 然后你针对这个错 如果你是老板你要怎么做 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我儿子跟我说 爸 你好棒喔 你怎么会这样 当然嘛 我们都混过你那个位置了 混了很多年 气到都不行 对不对 对不对 后来才发现我错了 你听得懂吗 刚才我跟郑长老在外面 晚进来五分钟 我知道十分钟 我知道那个领会一定很紧张 李长老呢 我在外面跟郑哥讲话 跟郑长老讲话 我来教会当长老的时候 就是在全职的时候 郑哥是 从今天来讲 他就是我的主人 因为他教会的执行长老 那我就先来做 做了八年 做了八年 你猜我当时对他满意不满意 满意 我喜欢你 但是你答错了 没有这种事情的 没有这种事情的 没有事情的 这就是junior What is junior 你听得懂吗 永远不满意 你不懂 你不知道 你不会 你怎么会这样呢 你知不知道 其实是我不知道他 你永远猜不到你的老板在想什么 对 他对不对不是你的事情 我现在在讲说 更有可能是他对 更有可能是他对 有一句 谚语是这样所说的 你不在柜子里面 你怎么知道柜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那是在讲英国的内阁制 你不在内阁里面 你怎么知道内阁里面 谁讲了什么话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政策怎么做决定的 你不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出来讲说 这件事情就是林志平决定的 你怎么知道 How do you know 李健说的 李健说林志平说 林志平就说了 你听得懂吗 你怎么知道 你完全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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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着我们的老板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下这个决定 笨死了 我告诉你 他不一定笨 不 我敢讲你大概是笨的 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也常常劝那些做部署的时候 老板骂你有两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心情不好 想骂人 你只是倒霉而已 你其实没有错太严重 这第一个 第二个他是爱你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爱你 他可以不要搅你的 我告诉你 你把它搅担掉就好了 他可以这样对你的 他为什么不这样对你 等我儿子 后来他现在已经 不是在最low的level 他已经上一层了 我那天就跟他讲了 我说李珍 我现在在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天我不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老板你会怎么做吗 他说对 他说我的老板笨死了 他那天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我后来跟他说 我说如果你说你的老板笨死了 我告诉你 你就是说你们的公司笨死了 因为你的老板拿的薪水 不知道比你多多少倍 公司有这么笨吗 你光想这件事情 公司有这么笨吗 然后你的老板坐过你的位置 你没想过吗 他怎么会笨呢 后来李珍跟我说 这是已经过了一年多 我才跟他说的 他说对 爸爸 我觉得 我当时实在是 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他换位子了 他换脑袋了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已经有属下了 他突然发现 他有很多事情不能跟他下面的人说 他只能骂他 你听得懂吗 现在他被骂是有原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要听众有权柄的人 我这样讲 并不代表他们都对 但是 他们很有可能是对的 因为如此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 听听他的 在主里面祷告 当然不合法的千万别做 抓到监狱去的一定是你 不会是别人的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服事里面 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侍奉里面 看见神的恩典 最后我们一起起立 主耶稣我要谢谢祢 因为祢接纳了我 饶恕了我 主啊我怎么可能在这样 对待我的部署 我怎么可能在这样批评 我的长官 主啊因此我再一次的求祢自己 帮助我 祢改变我 不在我言语跟行为上 更是存在我的内心和清洁的里面 求祢带领我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 我也求祢按着我每一个人的需要 经历祢 经历到祢一致的好处 主啊我们有些人可能还需要参加 某些聚会或者营会 才能更深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求祢都为我们开路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的家人 与在全世界神的众教会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